北部地区因为有一些黑素 很多人就把它自己隐藏起来 我们昨天盆土的病率有89352位 境外移入的有37位 死亡的个案有76位 高雄确诊数 疫情经过了一个周末 Omicron也陪你过假日 因为夜猫族不擅长在白天办事 看着从8万多降至6.6万的确诊数字 做PCR的民众突然减少消失 但你懒病毒不会懒 近两日确诊数再度回升到八字头 各县市都在全力拼防疫 其中受到中央最多示爱 卫福部长陈时中 跟医服会执行长王毕胜 都大力胜赞的民主圣地高雄 却在23日以7286例确诊数 首度超越台北的7185例位居第三 仅次于新北和桃源 南北疫情进入黄金交叉 医师卖卖眉头一皱 灵光乍线打开了锦囊 上面只写了三个字 台北市 今天检验的大概是可能在前几天 真实的所谓的疾病的发生数 所以大概会落后两天 北部地区因为有一些 大家所谓的黑树 很多人也是把他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 他知道他快栽养 他就在家不出门 他也没有去验 你爸才黑树 黑了多少树 隐形的翅膀 所有市长都开光 不管你吸了多少香菜 都给我来一点 昨日新北新增1.6万例最多 桃源1万多例 高雄9,437例 连台中的8,989例确诊 都超车台北的8,566例 今天前五排名也没中树 我啊你爸爸啦 高雄市民一定又暖又诚实 都不会有黑树 然后台北PCR量能吃几 更新的速度比较慢 高雄的数字超过台北 那肯定是黑树的问题 这个市长直接从脑暖到神经元 目前并没有看到 北部的裁剪 量能到超到紧绷 北部这边事实上 有近几天事实上都有烧缓 目前也开了很多的塞减站嘛 所以反而塞减量能是增加的 世界哪里追得到高雄 柯文哲还在隔离中 指挥中心先澄清 起迈这次说话真的很起迈 台北的PCR量呢 绝对比高雄高了 黑树我认为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说 台北的黑树就比高雄多 首度生活圈里 因为他人流比较大 所以他本来在疫情来的时候 他就首当其冲 台中台南高雄 慢慢这个疫情会追上来 这本来就预起重的事 这个在公共卫生的模型就很清楚了 指挥中心预计 快筛阳经医师诊断试同确诊 将在明天上路 届时全台确诊数 估计跟台股反向操作 直接一波紧喷 再次跟大家报告 这不叫共存 这是新台湾模式 我们的全国都是一日生活圈 所以渐渐大家达到一定比例的 染疫率 那大概是可以预期的 看起来整体的趋势 是比较相对是平稳的 相对是平稳的 所以一下再往上 再往上走到 很快的走向很高 大概我个人中的可能性没有那么高 不过成长是 再往上走是一定会的 把伤害减到最小 台湾参与WHA遭去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你对我的关系 向中共打压我的频率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AKA世卫会员国大拜拜 自5月22号到28号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又到了验收台湾Pan Health成果的时候了 建议是不含台湾关系的提案 进去WHA的领域 我愿意做到最后的点 首先 台湾关系的建议是没有立法基础 本届大会开幕前 有90多个国家 还专门致函世卫组织等方式 支持中方立场 不同意才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充分反映了人心所向 大陆代表再度主张一中原则 虽然史瓦蒂尼反击说 台湾在疫情期间帮助非常多国家 但巴基斯坦帮腔大陆 声称台湾加入没有合法基础 友邦图瓦鲁则说 台湾研发的疫苗受到许多国家认可 让台湾加入能让全球医疗更好 然而最后决议 台湾依旧没被纳入WHA观察员 每一年都默默无言 只能选择离开 嘴上的支票已经不再精彩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 世界卫生大会WHA 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最高权力机构 世界卫生大会每年5月召开 审议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报告 预算报告和新会员国等议题 今年是台湾连去第6年无法出席 依旧在世界中不存在的存在 正义会迟到有得时候还旷客 这次台湾有13友邦提案 希望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最终仍在美英等大国未联署情况下 提案遭到否决 但截稿前仍有21个国家品台发生 我们应该要提供良好的例子 各有这样子的部队 在中国的疫情预定中 我们不必须造成为了 疫情预触的状况下 第5个例子的预触 我们终于您的目标 我们要请您的员尽 提案 提案 我们来提案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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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台湾的更多参考上台湾的联系 有明显的基礎保護士的基礎保護士 而不是台湾的目的 中文中的中国和 WHO在2005年 以外的国家的党首席 它供应该中国的力量 在台湾的参考上台湾的活动 台湾在WHA的参观是一个健康问题 而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Tuvallu的政府的位置 支持台湾在WHA的参观 林宇一直走投票请举手 感谢国际兼有邦的相挺 千言万语还是抵不住 中国共产党的一句达妹 今年再度被WHA聚在门外 但我国的代表团长 也带了一封卫福部长陈时中 亲笔血的抗议性转交给世卫组织 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带头提案 使得台湾没有办法加入WHA 美国可能还要静观其变 美国今天讲了这么多 从头到尾 我从前几年开始 我只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邦交过提案 就不连署 他通过他要不要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等到你说了 我才会相信 我觉得机会是零了 美国深刻忽悦 台湾 一个重要的伴侣 帮助国健康的健康 从参考上的观众 参考者 嘴巴说支持投票 身体很诚实 就算美国国会 425全票通过 驻台重获 WHA观察员身份法案 都还是一场空 面对这样的结果 政府一定会用尽 所有的力量 表达强烈的抗议 和无限的遗憾 这个敏感时刻就不说了 肯德基蛋塔 麦当劳可以不卖薯饼 但摩斯汉堡 不能不卖红茶 每一间素食店 都有属于自己的本体 肯德基却在 7天前发文 疑 那个谁谁谁 不准再说我们是蛋塔店 这一次肯德基 不卖蛋塔 将与蛋塔划分界限 以发网友暴动 造成抢购潮 不卖蛋塔的肯德基 就像薯条缺货的麦当劳 难道要我们消费者 去吃汉堡炸鸡沙拉 跟只剩下玉米的玉米浓汤吗 答案在23号揭晓 肯德基 美国奶酥塔 从用料到口感 都是跟原本蛋塔 完全不同的产品线 蛋塔迷们不用担心 我们蛋塔还是会在 固子都脱了 结果你给我看这个 全新的甜点线 选用经典手工163层酥脆塔壳 淋上香草卡士达酱 再撒上蔓越莓和珍珠糖奶酥 至于跟其他口味的蛋塔 有哪里不一样 不要问我反正都是它 一咬下去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酸酸的口感 它内馅这个卡士达酱 对所以就是酸甜口感交叠的感觉 先发声明不卖蛋塔 引爆蛋塔抢豆潮 再适时推新口味甜点 如此朴实无华的宣传 肯德基成功套路一锅消费者 这招好用 等到下次人们 静意渐渐淡旺 又可以再拿出来续一次 早就有那些idea了 全台最大的港式茶饮龙头 精心港式茶饮 与老天玩娱乐 也推出了港店四小福的冷冻礼盒 究竟这个冷冻礼盒是否够水准 今天就让曹开将来实测一番 我们当然要找地道香港人 来实际评评 正面对决 究竟这一关 我们的四小福礼盒 能够全身而退吗 第三个帮帮你们试试的是 鲜虾鱼饺 来请试试 我给六分的原因是因为 它刚好里面有我不喜欢吃的 那个绿色的蔬菜 而且它的皮也比较厚 我就看到名字 我才知道它是鲜虾跟水鱼 我觉得那两个组食材 如果能够各自能够跳出来 比较明显一点 我比较好一点 最后一个食品是 水晶虾脚黄 它是有整只虾子在里面的一个 水晶脚 来一起试试 噢 分数很高 里面的虾子真的蛮大颗 然后也很加实 肉的味道也没有抢到 那个虾的味道 所以整体我觉得蛮好吃的 基本上虾脚就皮 我们的Q1 它是要有半透明 很透 肉和皮是有点Q 虾子很蛮好 蛮鲜的 哇哦 自己吃也会 买给其他人吃也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 它也蛮贴近香港的味道 以它的那个方便来说 是蛮好的 我觉得蛮挺好 蛮推荐的 各位朋友们 你们还想跟我们开箱 哪些料理呢 请在留言区下留言 炒开箱 给你最不一样的开箱试试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